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像写日记 每次打开键先告诉大家 今天天进晴朗 阳光明媚 我们刚才刚把视频上转完 没有 才刚刚导出来 然后现在开始上传 现在已经1%了 对 然后估计取决于网速多少吧 半个小时 现在其实还挺困的 困了 因为讲的差不多四个多小时吧 四个多小时 有了吧 我现在在做封面 然后我觉得我要做好后勤工作 我看看外卖 睡觉前应该再少来那么一点点 清淡的外卖 我希望是清淡的外卖 整点口串 其实我是这么想的 我点外卖了同志们 然后一会儿点什么再跟大家说 拜拜 又拜拜 好 拜拜 然后我的这个YouTube现在已经上传了85%了 对 很快 很快 还有几分钟吧 五分钟 放呆了 干八天 因为我就跟大家说我要周三和周六发嘛 然后还有很多小伙伴 就周三一直在等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不管是几点 视频是一定要发的 就特别感谢大家能够等我的视频 你那么尴尬的笑一下干嘛 你笑了就尴尬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那啥嘛 也点一份外卖 然后如果看视频的话 点一份外卖再看 对 好饿啊 大半夜 真的 吃啥呀 吃啥呀 哈哈哈哈 好棒 给大家看一眼 我们今天点了一份这个胡同小串 这家真特别厉害 5000多份 顶上一个月 嗯 唐哥现在 你想不想当一个卖串的 嗯 你想不想当卖串的 我不想 我就会把自己吃货上的 对 我们的第一次夜宵回国 对 而且是第一次烤串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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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呆 拍张照吧等会 好的 哇塞 给你的个心相应 我天哪 给胡同串吧 胡同小串 一个好瓶 这个是什么筷子 然后拿锡箔纸包起来的 哇 还热的 那肯定了 他凉着怎么吃 可以吃 哇塞 紧张吗 我天哪 我回国 我跟你说 我回国两个月 我没有吃过一次这个夜宵 真假的 你一回来就打破了我的健康生活 对不起老婆 怪我 是怪我太残 太残 太残 哇塞 我受不了了 可以啊 我彻彻底底的受不了了 我去 这味道真的可以 我觉得 我跟你说 我刚才直接就流口水了 就是我真的是有一股就是那个唾液 你懂吗 懂 你懂吗 是关键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 哇塞 再给大家看一眼 他最后的这个尊容 因为马上就要被我们吃掉 我们点了香菇 还有土豆片 然后还有这个金针菇啊 鸳鸳蛋 鸳蛋啊 然后还有鸡翠骨啊 羊肉之类的 你还是在专心整你呢 哇 这就白拍了 你扭过来看吧 自然点 老婆 看来看来 我要catch了 像傻子 赶紧这个招出来太丑了 我要先吃香菇了 可以 我先来个羊毛串 我们还有一个金顶轩 然后金顶轩是点的粥 对 其实它挺健康的呢 对吧 我觉得可以 那你怎么这么低 我椅子低啊 它的椅子在地上陷着呢 那这个我们俩要一个 我先来个羊毛串 哇靠好热 好吃 咱味超浓 还点了个鸳骨蛋 好好吃啊 好幸福 真的 我觉得在国内 我真的幸福 我真的幸福 找羊肉 哇塞 又来了 来了 这儿吧 喂你好 你好 您的餐盒已经封了康莱德酒店了 OK 够 哦好 谢谢啊 我们现在去取 好好好 谢谢啊 嗯嗯 拜拜 帮我天台的便宜 嗯好好好 拜拜 嗯 咱们去一个玩意过来啊 嗯 好 谢谢啊 嗯 拜拜 在前台是吧 对 哎好 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哇 这个人感觉好 态度好好啊 而且天这么冷 像北京这两天都零下十度 我觉得其实做这些 真的挺不容易的 嗯 有可能是大哥 对 谢谢 现在出场背景音乐了 对 来了 我们这个粥点的是金鼎轩他家 其实我原来在北京实习的时候 我很常他家 很常吃他家 金鼎轩 我觉得他们家的月菜还可以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包装的还蛮好的 这个是一个青菜粥 青菜玉米粥 这个是皮蛋瘦肉粥 你这怎么鸡还剩了一眼 因为这我太硬了 我只要累了 那我吃 这鸡肉有点太硬 这鸡肉有点太硬 我的鸡已经不行了 我手也咬不动 太硬了 好脆 深夜食堂 好喝 深夜食堂 像点傻子 吃傻的 真不错 我刚看到有评论说 腾哥瘦了很帅气 瘦了是真的 帅气也并没有 但是你好像是真的脸有变小 其实腾哥 我现在看我们俩原来的照片 就是他脸 我感觉你脸比我小很多 结果我们俩在一起后 脸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被传染了 这东西传染的 我中足了 你怎么受联的 其实大家就多健身 真的 因为 但其实不太适合女生 我觉得 因为男生俩健身会举铁嘛 你举铁 比如说举到最后没劲 就 就非常使劲 就使劲的时候 拉喇叭也会有这样的效果 对啊 但你拉喇叭不能一直使劲 拉喇叭一直使劲 会得痔疮的呀 对吧 所以当你撸铁 你举铁的时候 你就会 比如说到最后没劲 就非常猙獰 这样就会瘦脸吗 你猙獰的时候 你脸上皮肤是很紧的 就 他真的脸有变小 你让我们俩去练脑皮下 你过来 来 跟我们在同一个品位 好像我想一样 差不太多 你脸短 我脸太长了 有点 我喜欢长脸 我觉得我下巴太短了 对 但你是真的瘦了 谢谢 好吧 你先别吃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结束吧 好的 因为今天没有说结束 拜拜 您见 等我们把粥喝完 不对 是今天接了 其实已经到27号的开始了 对 然后我们是今天下午2点半的火车 回我家 也是第一次我俩一起回我家 对 而且也是我5年来 4年 4年来第一次回家 激动呢 还好 还好 对 可能到家了比较激动 我也想 现在感觉真的还好 属于情感需要在那一瞬间 才能爆发出来 对 属于 比较压抑自己的那种人 好啊 拜拜 明日见 拜拜 明日见大家 今天先 晚点儿见 今天晚点儿见 拜拜 猴哥正在眺望远方 滚蛋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新大陆 是因为它太饲养了 所以我这样遮着吧 好乖呀你 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温度 北京市朝阳区零下9度 来我们刚刚吃完早饭 然后现在呢就准备把行李收拾一下 差不多4点钟的高铁 要跟腾哥回邯郸 然后我看很多人问我我现在用的隐形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其实换了隐形 大家眼神还挺好的 像这个隐形呢 它的颜色是有点偏灰色的 但是呢它的直径没有很大 所以说我觉得戴起来并没有很夸张 这是我前两天去深圳的时候 在那个Olan的专卖店里面买到的 好吧 那我们赶紧收拾一下 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的一点 就是昨天我去鱿鱼库买了加热衣 还有加热裤 因为我忘记戴了 所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把我的加热衣穿着 我们今天是秋裤卡蓬 秋裤卡蓬 Oh my god 给大家看 我刚刚在收拾我这次的行李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我竟然把这个盒子还留着呢 我当时想的是给大家看一眼 我新买的这个隐形 做这个牌子的 然后颜色呢是这个 反正它所有的信息呢都在这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按着这个去找 好 然后我现在就可以把这个扔了 当时还专门把这个留着 对了 还要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用的隐形的这个盒子 也是最近新买的 我特别喜欢 超级可爱的 因为你看它这个里面 我好喜欢这种圆球的设计啊 然后左边呢是一个熊脸 右边就写的是right 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我用不到的工具 这些东西都是我平时不会用的 然后这还带了个小镜子 还挺方便的 对 反正这个呢我也特别特别喜欢 等下11度的北京 现在感觉还好 我去 我去立刻打脸 这个风一吹就贼凉 因为我们刚出了 对 然后因为我们1月2号要再来北京来办一下我们的签证 对 这次彭都回来主要就是为了办签证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就是拍一下那个护照签证的照片 我们昨天已经在我们这个酒店的后面一个小巷子里面找到了好几家可以拍照的地方 所以我说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就走了5分钟 大家看腾哥都成了啥样子 耳朵要吹掉了 它超级容易红的 真的是红哥 红哥你给大家看你有多红 你真的好红啊 这贼冷 我赶紧给大家录完这段 我要收手了 我的手要冻死了 就在这儿 我去 是在这儿吧 照相覆印 走吧 头稍微的歪一点 嗯 还可以啊 点稍微转一点 这是腾哥的 你看着好嫩啊 这个照片看着 看着好胖 挺好的 谢谢 马上就要check out了 但是在check out前呢 我们想再去 就是楼上有个行政酒楼 但是我们其实这次一直 行政酒楼 但我们这其实一直没有用到 像早餐的话 我现在才发现 除了在一楼吃的话 也可以在行政酒楼吃 但是我们昨天和今天都是在一楼吃的 然后本来 对 然后本来我们这房间里面还有包含下午茶 然后还有 酒啊 那些的 对 就是晚餐前的那些 就是餐前的一些小酒啊小时之类的 但是我们都没有用到 所以说我们准备走之前先看一下 对 但我觉得其实还挺不错的 然后也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介绍 这边其实风景很好 早早上在剪片子 对 昨天在剪片子 所以就真的没有办法 就这还剪到了凌晨两点快三点 如果再来这儿吃点下午茶什么的 我估计视频都得到很晚了 下次有机会再来住他家 我觉得他在还不错 哇 大北京 其实北京我觉得现在天气很好 几乎没有什么埋 然后底下我怎么觉得 常年属于一种拥堵的状态 你看底下这边又行驶非常缓慢了 对吧 昨天晚上是往那个方向 对 今天是往这边方向的 对 真的挺不错的啊 嗯嗯 然后前面那一个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 杨氏大库厂后面的那个 叫做中国尊 应该是现在北京最高楼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 然后去反班 对 给大家看一下今日份的OOTD 现在北京真太冷了 对 然后呢我们俩里面都穿的是湖底 然后腾哥穿的这个是他的旅行必备的一个湖底 对 因为 因为 而且就是比较扛操一些 然后我穿的是腾哥给我买的那个优衣裤的 下面呢我就穿的是这个裤子 这个裤子我特别喜欢穿 你干嘛 对 他也穿的裤子 然后我们俩底下都穿了秋裤 然后今天还穿的靴子 大家说了不能露脚踝 今天超听话的有没有 嘿嘿 你不听话你就 只脚丫都动掉了 动紫了就 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Let's go 拜拜 你白啥白 东海要见呢 一会见啊 走 我们现在出发 然后今天因为我们东西很多 我们就吸取了 那天从机场出来的叫 因为那天从机场出来全是小车 所以很多师傅都不愿意拉我们 我们就直接叫了一个商务车 这个是个七座的 然后我跟腾哥坐着 然后后面把那个 就是座椅直接拉下来 然后我们总共放了三个大箱子 还有一个小纸箱 昨天晚上发了支视频嘛 然后小伙伴们纷纷开车很快啊 作为老干部要警告大家一下 开车 没毛病 对吧 然后但咱不能开太快 咱得限速啊 对不对 毕竟还有些小朋友们 对吧 我们要照一个健康和谐的 网络环境给大家 我们是积极向上的小少年 哎呀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反正就别超速 对 继续开车 不许超速就好了 一个一个的还跟我说 皮娜跟腾哥不要当作自己 没有看到这些弹幕 我看到了 你们不许再开车 有个气死我了 开车不可能了 我觉得大家非常的四五不期待在我这 你脸都不乖 慢点儿走 慢点儿走 安全 让你们慢一慢 哈哈哈 飞行 车 不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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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秋衣呢 我说你跳秋衣呢 对啊